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本次的疫情52个相关病例的病毒基因的测序工作 均为Delta毒株 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高度同源 提示是同一个传播链 本次疫情早期报告的保洁员病例 他们的基因序列 与7月10号由俄罗斯入境的一架CA910航班的一例输入病例的基因序列是一致的 听过调查发现这些保洁员工参加了CA910航班的保洁工作 工作结束以后由于防护洗脱的不规范 可能造成了个别保洁人员的感染 继而在保洁员的人群当中有一个扩散传播 同时该公司的保洁员是同时负责了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垃圾轻运 机场的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接触了保洁员的员工 或者是由于接触了被污染的工作环境而造成了感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